We gonn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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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做就做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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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做就做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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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做就做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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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做就做 叫你做就做 Cheers 好啦 想做就做 沒錯 好啦 今天我們想做就做這個頻道 正式跟大家見面 我們將會以不定期的方法 會跟大家見面 好啦 大家一直都在說 我們想做就做這個頻道 究竟為什麼叫做想做就做呢 好 三文卿說一下 當然 其實原因就是 因為去年的奧運會 我們香港的年輕運動員 在奧運會 拿到香港歷史性的最好成績 沒錯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之後 真的替他愧驕傲 而且我覺得 雖然我們曾經年輕過 但到我們今天 雖然說好像年紀大了一點 我們三個而已 那就是Angela 是Angela 她明天參加了 我們都覺得我們還是有心有力的 沒錯 所以我們覺得 就算我們不能給年輕後年輕人 但是我們都覺得 到我們這個年紀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夢想 都希望可以將這個夢想 是可以發成事實 我們要做到 所以我們想 就是想做就做 非常好 所以我們也為了這個夢想 我們就搞了一個頻道 希望將我們的想做就做精神 可以發揮出去 今天就是我們第一次可以開播 跟大家見面 當然要先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大家的肥哥哥 劉錫賢 我就是粉哥 你呢 我是Angela OK 我是Simon 鍾惠強 那好了 既然這次是我們第一次開播 也在說 我們想做就做 那我知道 其實Simon哥 他本身有些想做就做的想法 你想做就做什麼的想法 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唱歌 我很喜歡玩音樂 是 尤其是英文歌 對 尤其是英文歌 所以我們經歷過 香港的一個流行音樂的一個潮流 是 從六十年代到今時今日 是 但是我個人來說 或者大家都認同 其實我們在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所以享受到那個音樂 其實我們是相當回味的 但是現在看回現實香港 所以說 玩英文歌 好像慢慢比粵語歌 比較少了一點 是 是 少了一點 少了一點 所以我們覺得 但是我們 說真的 我們也是一個很懷舊的人 所以我希望能夠 把以前的音樂 那種氣氛 那種浪漫 那種感覺 在今時今日 我們希望再重溫一次 即是等於你還記得 有首歌叫做 Circle Game 是 是 你再住一會兒 即是一會兒 是 是 好了 唱英文歌 粉歌 你行不行的 你勉強一下吧 哈哈哈哈哈哈 喜歡玩啊 喜歡玩啊 唱得好就不能說了 總之是 平平穩穩的 都覺得去 這樣 這樣 一出碟就拿了十隻八隻 今唱片那種 沒有了 現在 今唱片那個 那個 那個價格 上升了很多 是啊 不是以前那種低 現在很難拿的 三文歌 他不會拿多 十隻八隻 十隻八隻 他自己猶金 哈哈哈哈 講來講 他的英文歌 始終我們都是回味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對不起Angela 又要說你的份 當你是我們一份子 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我們小時候 就聽英文歌大了 所以其實很多英文歌 我們都是很感觸的 是不是 這次 我們第一次見面 那我們應該去介紹一下 一個什麼英文歌的 祖師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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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認識一下 天王之中的天王 是誰呢 我就有個想法 因為為什麼呢 我所認識 就是有些好的歌手 也是有五六十年代 我們都紅到今天大家都認識 我講出來的名字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 就是 貓王 皮荔是利 英文叫做 Alvis Presley 貓王 皮荔是利 全名叫做 Alvis Aaron Presley 生於1935年 1月8日 在美國 墨西西比州 一個小鎮 叫做 陶伯洛洛 Tupelo 他出生的時候 原本有一位 媽生兄弟 但是不幸 腰折了 只有他 全活下來 1954年 當他只有19歲的時候 就錄製了一首歌 並且開始了他的音樂旅程 1956年10月 他演出了第一部電影 Love Me Tender 一炮而紅 他的唱片 不斷創銷售新高 風魔全球 1973年 演出第一場 全球性的衛星廣播演唱會 Aloha from Hawaii 非常之轟動 1977年 8月16日 因為心肌梗塞 世世於萬菲斯的家中 享年 只有42歲 好了 剛剛看完就是Alvis的生平 Alvis有個別號 相信是 尤其是我們亞洲人 因為真的對他 吹之若谷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他這個別號叫 貓王 好了 其實我覺得 現在的小朋友 都會問 雖然他們聽了很多 貓王的歌 但是他們都在問 同一樣 為什麼要叫貓王 不叫狗王 猴子王 大文章王 為什麼要叫貓王 我們很想知道 為什麼會叫貓王 我就很簡單 你為什麼呢 我讀書的時候 一派成績表 我就叫貓王 為什麼呢 因為震過貓王 我以為你是出貓王 哈哈哈哈 有人曾經說過 就說 因為Alvis的動作 好像一隻貓 所以 但是我曾經考究過 就是 我研究過他的動作 又真的不像貓 完全不像貓 完全不像 我們問問年輕人 對 Angela 你覺得怎樣 其實 是不是就是東南亞的人 才會叫貓王 啊 但是外國未必是 啊 是嗎 是嗎 我覺得 我們三個可能 就是 大家都知道 我們比較淺 知力淺 知力淺 什麼事 這就是花王粉絲 沒有 沒有 這樣的 其實就是以我所知 我也是讀書 讀回來的 是 很多朋友都這樣聽 因為其實他以前 十三歲的時候 我以前在美國 他唱搖滾 很多人都叫做 King Rock of the King 但香港這些人 聽一下 可能當時大家的英文水平 聽到了 就聽錯了 叫做 Rock of the Cat 那變成 簡單一點 不要太長 因為Alphys Pesley 皮女士 你會這麼長 簡單的 叫做 馬王 再加上他的動作 大家就更有印象 所以簡單一點就叫貓王 原來是這樣 貓王他的歌聲 的確有一個獨特性 令到很吸引大家 我知道他出道的第一首歌 已經可以吸引到很多人 這個要問一下 要問一下他 那首歌是甚麼歌 其實那首歌叫做 That's alright 貓王錄了之後 送給他媽媽 但這首歌一出的時候 很轟動 很多人打電話去電台 問這是黑人還是白人唱歌 因為貓王從小到大 他都在黑人區長大的 很多時候去黑人的酒吧 聽黑人唱歌 所以他從小到大都感染到 黑人唱歌的味道 所謂有Bruce的味道 變得很奇怪 打到去問 形成貓王更加出名 更加受關注 所以他就可以 因為那首歌 一炮而紅 既然是一炮而紅 不如這樣吧 我又聽一下 我們的Simon 歌 真的 啊啊啊 一炮而紅 好嗎 好嗎 好 好 大家觀眾聽完之後 不要震過貓王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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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alright Take 2 1 2 3 2 3 3 3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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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 6 I'm leaving town, baby I'm leaving town for sure That you won't be ballin' with me Hangin' round your door But that's all right That's all right That's all right No more, no more Any way you do I need your lovin' But that's all right That's all right No more, no more Any way you do Well that's all right No more, no more Any way you do Wooo Yeah They're gonna be They're gonna be VERY They're gonna be That's all right They're gonna be They're gonna be I'm waiting to... We're waiting to... 我想一下我们的网友一定是在震的 听到震,不是,是很听到震